大家好,今天來閒聊巧遇留寡婦事件 首先你必須要在半夜的時候 經過楚香城當舖旁邊的小房子 會遇到留寡婦的大善 說她一個人在家半夜睡不著 行走江湖我們都扮演各種好人 這時有女子需要幫忙 當然是要幫啊 我點了幫忙之後 結果的隊友居然說他們不方便進來 而此時我被扣了 禮節時點和智慧時點 到底為什麼啊 一進去陪寡婦在床上聊聊天 什麼都沒做 這是一個胖子帶著一群官兵來 接著留寡婦說我侵犯她 這不就是傳說盾的仙人跳嗎 我被仙人跳了 我居然在武俠世界被仙人跳了 這次他們打算跟我勒索要錢 是可忍 屬不可忍啊 我決定把他們刀罩一頓 太可惡了 把他們處理掉之後 他們就摸摸屁股走人了 這時候寡婦卻說她是被逼的 她根本不想這樣 這女人 我看我還是離開好了 當然我們把時間回溯到前面 如果一開始我們就選擇拒絕呢 這時會增加智慧五點 所以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啦 各位俠客行走在江湖請自重 以上是留寡婦仙人跳世界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歡迎點個讚支持一下喔 我是小楓我們下次見